五角大楼的一份数据显示 1997年之后出生的3400万名美国人中超过70%的人不具备服兵役资格 原因包括肥胖存在吸毒时等 这一数据的背后是过去20年美国人肥胖率上升了约40% 2022年全美超过10.6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一系列严峻的公共健康危机 使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征兵荒 近年来美军内部频频发生性侵 种族歧视 体罚 虐待等丑闻 自杀谋杀事件接连发生 五角大楼2022年9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陆军性侵案在2021采年增加了25.6% 自杀人数比五年前增加了35% 而2008年至2020年的13年间 美国军人自杀率上升了70% 种种乱象令美国民众对军队军人形象产生质疑 对参军产生抵触心理 如何躲避应征曾一度登上美国网络热搜排行码 此外 美国通胀水平持续高企 令美国民众苦不堪言 也让美国士兵生活拮据 美国陆军曾发布一项指导意见 建议士兵领取食品券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 为谁而战成为越来越多美国士兵的心头之祸 冷战结束后 美国为维持霸权 多次发动海外战争 频繁进入地区冲突 在美国国内引发强烈反战情绪 美军士兵在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战场上滥杀无辜 虐待战俘的行径 让更多人看清 美国高举的自由 民主 反恐旗号何其虚伪 当美国一次次深陷战争泥潭 一次次制造人道主义惨剧 军队的形象大打折扣 美国年轻人也不愿意用生命为战争机器买单 你的努力是要杀掉人物 破坏 所以你会有这些年轻人和女孩 女孩和男孩 who are out of high school 安全观察人在准备下 他准备下到零 然后他说 散发 美国的征兵危机折射出一系列美国危机 正如一位美国高官所说 这不是军队的问题 而是整个美国的问题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感谢观看